大家好,我是靖君 今天我們又來拍一些開箱片 之前也說過,因為疫情期間 很慘烈地留在家裡,要找一些新搞作 其中一個新搞作是,除了拍一些開箱片或未來的良品之外 我也想介紹一些健康的東西給大家 適逢,現在就是疫情期間 所以我在朋友手中買到一隻很好的口罩 就是這隻加拿大的O2口罩 這隻口罩是加拿大研發 它的濾鏡全部都是美國製的 所以我相信大家用起來都會比較放心 尤其是因為它差不多超越N95級 在現在這個時期,絕對是值得買的 尤其是買就當然要買正貨 認住這個Logo,這個Logo就是正貨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箱 來看看這個加拿大的O2口罩 究竟裡面是什麼樣子 看不到的 好了,這個 這個就是加拿大O2 Curve 1.2的版本 你看到這個最原本的就是白色 我們先開看看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一個說明書 說明書我就不看著 好了,你看到這個package都很細心 我先打開它 打開它 打開了後發現裡面有口罩 然後裡面有送了一個袋 就是要來放你的口罩 這個很有用,我一會兒教大家怎麼做 然後呢,另外呢,它原本送呢 就會送有三發 Filter 這個是除這個口罩附送的 最後呢,當然是最重要的口罩 事不宜遲,馬上打開它 其實我個人來說,我真的蠻喜歡這個口罩 那呢,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我以我所知呢,它這個膠呢 因為它這個膠呢 就是因為它這個膠呢 就是這樣戴著 而且它應該是reusable的 大家只要消毒過 就可以繼續重用 那這個O2的Canada Curve 口罩 它這個直膠呢 是在日本製造的 那麼它的 Filter 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咦? 那應該一個信心挺好的 那當然啦 你現在打開口罩呢 它裡面就沒有 Filter 那我自己很喜歡一個設計 就是它的耳掣位 你看到它是一個耳仔型的 那你掛上耳掣呢 相對性就不會那麼辛苦 好,我都知道現在大家每天戴著口罩 那戴著耳掣呢 那戴著耳掣呢 就真的不是很舒服的 那這樣 那它這個呢 就沒有問題 那好了 先跟大家戴上去看看 這個樣子是什麼樣子 先 那很簡單啦 這裡呢 戴上去 戴著耳掣位 然後呢 它這個 它這條帶呢 其實它這條帶呢 是讓你勾在頸背的 那你可以戴上去之後 戴著它 那都是要脫 尤其是你那些很短時間 脫去脫 你就可以掛著 在這個耳掣位置 那需要你隨時戴上去 就要立即戴上去 那這個設計呢 我個人來說是挺喜歡的 尤其是因為呢 其實市面上呢 很多adjustable的口罩呢 它都沒有可以調整尺寸 那其實這個位置呢 它是可以調整的 這個位置可以調整自己鬆緊 你想要多緊多鬆 那這個就 全部是你自己決定的 那這個呢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非常好的 那還有呢 其實它裡面呢 是有兩個通氣的welf 那你噴氣出來呢 就比較舒服了 那事不宜遲 立即和大家放一個filter上去看看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拿上手 好了 那 那這裡打開了一個蓋子 那這就是普通的外殼的shell 那其實這個shell呢 我問我朋友 我就知道 其實這個呢 它有不同顏色選擇的 以我記憶中呢 有黑色有藍色 好像還有其他顏色 但是我忘記了 但是呢 原本呢 它只有白色的 如果你有其他顏色的話 我記憶中呢 是要自己去買 或者找代理去買的 好 那這個呢 就是個 O2的本體了 那你見到啦 它這兩個位呢 就是它的尼龍位 就是以人綁脹筋 那這個位呢 其實是adjustable的 你可以自己動 看看你自己動 哪個位置 前前後後啊 你可以adjust到你自己的舒服位置 那就先去配戴的 好了 事不宜遲 立即和大家看看filter 那你見到啦 這個filter呢 就是這樣啦 其實呢 它就是給了它這個shell的型 那就可以放上去的 好 我很喜歡它這個 每個都是密封包裝 非常好 好了 事不宜遲 咦 好啦 其實你見到呢 它裡面呢 有坑位呢 有教你這個filter呢 要怎麼裝的 大概呢 就要在這個filter這個 這個殼的裡面呢 就可以裝到這個filter了 那你呢 把filter 放進去 然後呢 你見到它前面有個V位的嘛 你把V位呢 放在上面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 差不多是完全密封 又是剛剛補形狀 就可以做到這個 密封的效果呢 那就可以了 那你見到 就好像這樣 這樣呢 就為之放好了 之後呢 你只要拿回你的 O2的本體 放上去 放上去 搞定 那你就已經裝好filter了 那好吧 等我 新鮮時出 試一試 其實老實說 它的O2呢 是真的蠻好吸引的 嗯 尤其是呢 其實對於我一些大眼鏡的人來說 其實我戴的積氣口罩 對我來說 真的很不舒服 因為呢 有一個大眼鏡的人 一些蒸氣 你噴出來的水蒸氣 就會 嗯 令你整塊鏡片都沒有了 那我戴這些呢 就完全勉強了問題 我想這些都算是 對一些大眼鏡的人來說 的俗音來的 這個 嗯 很舒服 而且很吸引 好了 這個O2 Canada的口罩 官方聲稱 它的filter就可以用兩個星期 當然啦 如果你每天都用 又出現很多人的地方 很多車很多層 那你就要早一點更換 但是呢 如果你只是出街上街 再戴一下 又不是每天戴的話 你的filter就真的可以用兩個星期 當然啦 就要好視乎你自己個人的 使用情況 他決定啦 官方也知道這件事了 其實呢 這個O2 Canada的口罩呢 差不多是超過這個N95的級別 那麼呢 它也可以防止病毒啦 細菌啦 其實呢 它絕對可以給你一個很清新的空氣 其實官方都有說 它覺得呢 這些新鮮的空氣 是應該每個人都應該要擁有的 那麼呢 其實這件事 尤其在現在這個疫情底下呢 我絕對相信呢 它一定幫到手的 那好啦 但是我也知道 很多朋友都會擔心 喂 這些重用的口罩 是否真的可以啊 那我先解消了你filter的煩惱 那這個filter 就真的好視乎你用多久了 那如果呢 如果你不是經常戴住的話呢 那它絕對可以用到兩個星期的 第二呢 很多人覺得 喂 我今天戴完 明天又戴 喂 會不會很不衛生啊 那我自己這樣說的 其實這些呢 你是絕對需要好好去保存它 也都要幫它消毒啦 真的不是說用完塞進袋裡就算了 好啦 那這個O2 Curve 1.2 究竟要怎樣保養它呢 其實就很簡單的 好啦 首先呢 要準備一支消毒液啦 那我建議呢 最好你就用一些 純植物或是純天然的 那始終都是搭進口裡 如果呢 用一些 酒精消毒液呢 那如果它有殘留在上面 就捕住你 就讓你很不舒服啦 那更加更加就不要用漂白水啦 那你最好用一些 純植物的 消毒液就最好了 那還有呢 需要兩張紙巾 就是這麼多的 這個口罩呢 它主要是兩個位置 是最需要你去保養 或者去維護 去維護 去維護它 繼續使用啦 好燈 你把口罩 放下 把我的消毒液出來 最好呢 我就建議 噴在紙巾上 那在睡之前呢 當然 大家先洗手 好啦 又 你把你的消毒液 噴在紙巾上 然後 第一個位置 要擦的就是上面 外面 擦一擦它 因為始終 你外面接觸 有些人都擔心會有細菌殘留在上面 最好擦一擦它 就可以了 它裡面的氩壓 勒力不要擦 勒力不要 抹擦擦直角邊 抹擦擦擦外面 那就OK的了 好啦 當你用完 你又擔心 它會髒怎麼辦 好簡單 兩張紙巾 你把繩子 放進去 然後拿一張紙巾 一起包在底部 最主要是包在底部 然後放在袋裡 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O2 Canada Curve 1.2 最後就說一點個人總結 其實我自己雖然帶了不太久 我會覺得說話是絕對沒問題的 也是輕鬆的 呼吸我也覺得舒服 尤其是設計得很好 裡面有足夠的空間給你說話 或者其實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歡舔嘴唇 舔嘴唇也不會做到一個Filtre 這個位置是我挺喜歡的 而且其實吸、敷、敷是絕對暢順的 我覺得舒服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大家有需要的話就可以找我買 還有我也希望大家在疫症期間 最重要的身體健康 出門就記得記得要戴口罩 如果大家想我再拍多些不同類型的開箱片 或者什麼類型的影片都好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分享我的影片出去 那好吧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